欢迎回来 其实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的 就是新竹市长的选战了 在这个选举之前呢 大家都传出说有所谓的气宝效应 但是到底有没有发酵呢 我们就带大家从这个数字上面来看 林根仁的部分呢 这一次的这个得票率是18.07% 至于在沈慧红的部分是35.68% 高宏安的部分呢 是比另外两位候选人高出许多 来到了45.02% 看得出来呢 所谓的气宝效应在新竹市 似乎是真的有发酵了 那么为什么这一次绿还有这一次蓝 会没有办法拿下新竹市呢 来看到我们的分析报道 批评高宏安高喊不公 绿营支持者在竞选总部外 一时无法接受 沈慧孔败选了 雨带哽咽 谢谢支持者与前市长林志坚 但专家分析 沈慧红的最大白音 就是受到林志坚的影响 今年七月有四名中职球员 在赤资十二亿新建的新竹市棒球场 发生意外受伤 工程品质受到外界抨击 加上林志坚的论文抄袭风波 这些事件的后果直接反映到了沈慧红的选情 棒球场是一个很大的败笔 棒球场这个开幕让球员受伤 然后再去检讨说原来你这个花那么多钱 那结果这个品质是这个样子 这个对他来讲是很很很伤的啦 而绿营主打高宏安道德瑕疵上的策略 不但让口水账掩盖了沈慧红的个人能力 双方互有的结果选民只能两者取其轻 高宏安这个公积金 这个是小利小益 那么新竹县的建设 还有这些人谋不障的问题 这个是大力大害 所以这样乡情之下呢 就很自然的就是把高宏安 变成反民进党的共主 至少最深的建议 林哥人让大家失望 而国民党候选人林哥人 在绿白两营激战的时候 声量不足反而默默的被边缘化 党内人士纷纷选择棄保 主打下架民进党策略 三角都激战蓝绿同时败下阵来 能不能借进此次失利 捐兔重来 选民都会好好观察 我是新闻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蔽宽 感谢观看